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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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点 冷静点 叫我怎么冷静啊 案发到现在啊 我一直控制自己 我身为执法者 一直相信法律会还我一个公道 还以为那个家伙 一定会关个十几年 谁知道你们就这样放人 早知道是这样 我早就一层把那个家伙毙了 可明 周四 周四 不妨碍你们谈话吧 不要紧 好了 我要交代的事已经交代清楚 詹四 如果你还有问题 改天再联络 我走了 好的 再见 陈子儿 我知道律政处最后的判决 让你很难接受 不过你站在他们的立场想一想 如果勉强起诉 最后的判决可能还是一样 何必浪费纳税人的钱呢 以你现在的职位 应该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更要为大局着想 那 我批准了你放大架 到外边走走 算得心也好 别让情绪影响了你的工作 喂 阿姨 皇帝说这天是好日子 适合开张 随便了 随便了 就这天吧 怎么能随便啊 开张最重要了 喂 他还没回来啊 又是找日飞的 早说他病犯桃花了 这么多女人找上门 又是姓莫那个女人的声音 姓莫的 难道是钟太太 还是人家的老婆 日飞 回来了 是啊 怎么样 在深圳有没有拍到什么照片啊 待了一个礼拜 总算可以交差了 对了 刚才有个电话找你 是吗 你们说是谁啊 是个女人 他说他姓莫 姓莫 我这是谁啊 喂 喂 我等电话呢 你别讲太久啊 喂 用房的电话吧 谢谢 他是怎么搞的 和别人老婆也这么谈得来 阿姨 你等的那个电话很重要啊 我在找詹子 既然凶手已经抓到了 我希望他放下这件事 可是我找了他一天都不回电话 大勇啊 你今天有没有见过詹瑟 阿姨 如果你见了詹瑟 开解开启他 为什么 因为凶手是精神病人 律政署方面决定不起诉他 只会判他进精神病院接受看管 怎么会这样呢 那詹瑟的女儿不是死得很冤枉 没办法 法律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们也很无奈 本来看他心情已经好一点了 现在又弄成这样 怪不得他躲起来不见人 不知道他会不会想不开 阿姨 那你怎么不打电话找他呢 我找了他一整天了都不回电话 也许他想一个人静一静也说不定呢 这么好 约我出来喝一杯啊 不在一块儿住喝杯酒总行吧 这边 这边 这不就有张桌子吗 你现在住在哪儿 正在找 找大部区的豪华住宅 中了六合彩了 太哥 这么巧啊 不接了啊 一块儿坐 好啊 那说起真巧啊 合连太哥关照 我中一张马票 是吗 大家研究研究啊 怎么称呼啊 他就是我长期的老朋友啊 叫做宅永田 我老大 宅四啊 不敢当 我的名片 有空来我那儿 洗三温暖推拿按摩 很多阿斯都有来光过啊 太哥人面很广大 和很多练马师都很熟 每天早上看完陈操才睡觉 有很多内幕消息的 看完陈操才睡觉 生活可真正常啊 小冬一喝 我请 喝什么 啤酒 把两盆啤酒来 好的 老大 你上次占百活 刚死了女儿的那个总统茶 你怎么做事的 这么不小心啊 对不起 他像这牛似的冲过来 对不起啊先生 对不起 陪多少 陪多少啊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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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 先生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需要你陪啊 你 你以为杀人哪 杀人就用不着天命 对不起啊 真的不好意思 我实在是真不同了啊 从前当警察最神奇了 外快又多 可是现在呢 自己女儿被人杀了 连气都不敢出啊 所以我一向都主张 好难不当差啊 我跟了泰哥这么久啊 运气也不知道多好 现在啊 随时可以掏几万块钱出来 哪像以前的 像个穷光蛋似的 你走运我恭喜你 有钱就省着点用 这倒是 谢了 我先走了 喂 喂 再聊几句吗 聊聊赛马啊 他这人就这样 下次我多切二工夫啊 好 不要紧 上班来 放长线吊大鱼嘛 来 老兄啊 你醉成这个样子 要不要替你叫过计程车啊 坐下来吧 大哥 我带了东西给你吃 有东西吃 那你调工吃嘛 吃吧 我下次可能要过很久才能再来看你 嗯 好好吃啊 我要去走一走 到外面散散心 可能要很久才能回来 我会去很远了 嗯 很远 有多远呢 总之很远 要坐飞机的 那一定很高啊 是啊 有没有那栋楼房那么高啊 嗯 差不多吧 嗯 那就行了 你以后没空来看我 我可以站在上面看你吗 嗯 你用不着惦记我了 笑一个吗 守望 拜拜 好了 回房休息吧 拜拜 关注 喂 我是 今天我带他去吃午饭 他说要去栏杆那儿去看飞机 我叫他吃完饭再去看飞机 饭吃到一半 他人就不见了 我到处去找他 最后找到栏杆那儿的时候 他已经摔下去了 程先生 这两位就是负责这件案子的同事 我们的同事正在精神病院找目击证人 暂时还不知道有没有可疑 你哥哥平时情绪稳不稳定 会不会有自杀的倾向呢 他的直伤只像小孩子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会自杀 这几天我已经想通了 我不让情绪影响我的工作 你想通就好了 过几天你就要考生机试 希望你能够保持最佳的精神状态 我会的 进来 赵总 詹斯 詹斯 他们是我以前分局的同事 最近接了一件案子 有些事想问问詹斯 问我 什么事 因为程首安 今天在精神边院堕楼 当场死亡 死了 据我们所知 死者是杀害令千计的凶手 虽然这件事未必和詹斯有关 不过我们照例也要问一问的 詹斯 你今天早上十一点半左右 他又在哪里啊 我整个早上都在家里 刚刚才的警局消假 请问詹斯有没有人可以作证呢 你们不是怀疑我吧 不是 詹斯 我们只是照例问一问 我家楼下管理员应该有印象 你们可以去问问他 那我们去查一查了 再见 我们走了 詹斯 我送他们出去 郭白色 拜拜 这个程首安怎么会无缘无故 堕楼身亡呢 可能是报应 老天爷惩罚的 我希望纯粹是一宗意外 住此 我外边还有事做 不妨碍你了 没事 哇 你想撞死我啊 你突然站起来 我背后又没长眼睛 谁知道你站在我后面 你还恶人心地撞 拜托你们两个人了 年轻人放假应该出去约会嘛 闷在家里多没意思啊 我答应女童军啊 替她们拍录影带 我想练得熟一点吗 喂 终于 你呢 我什么呀 你这个小鬼 手在电话旁边 到底想打电话给谁 没有 不是 我想打电话给恒恒吗 打给恒恒 是啊 你叫她起床上厕所 现在加拿大那边是半夜两点多了 打给女孩子吧 什么女孩子 普通朋友而已吗 普通朋友也可以是女孩子吗 我知道 你想打给莎莎对不对 莎莎 这个名字很甜蜜啊 姑奶奶 不要听她乱说话 莎莎呢只是我的普通朋友 她最近心情不好 所以打电话问候她一下 没其他的姑奶奶 是啊 没其他的 打电话问候吧 我来帮你打 怎么搞的 喂喂 等等等等 喂 怎么样 没有人听电话啊 我想可能是出去了吧 你看你呀 你早一点打 也许她还在家嘛 怎么都没反应啊 又怎么了 糟了 弄坏了 你笨死了 告诉你 要摁这个鸟才能拍吗 说来说去都不懂 喂 不如待会儿你陪我去吧 有什么事的话 你可以帮我的忙吗 童子军的事 你一个人都能应付 不用我了吧 日行一扇啊 日行一扇呢 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呢 反正你在家里也闷 去嘛 那我先声明啊 如果闷的话我就要走 大不了我请你吃饭看电影 算了 就当日行一扇吧 原来真的有意外惊喜啊 哈喽 莎莎 原来你也是女同学呢 有空都和小朋友们接触 人也会开心一点 年轻一点 是啊 我也有同感 是吗 刚才你不是这么说的呀 你不是说来拍录影带吗 还站这儿干嘛 喂 嫂 喂 森龙莎莎 你们认识啊 是啊 我们认识的 就是 我是警员 李忠义沙展 怎么称呼啊 我 你叫他Sanny哥哥就行了 大家都是这样叫他 Sanny哥哥 弟弟好了 小师妹啊 来替我拍花式布操啊 你技术行吗 我办事 你放心吧 那我待一会儿 把小朋友交给你了 我先去换衣服了 吃陪了 你这么快就要走了 我来了一个早上了 连早餐都没有吃 现在肚子都饿了 不吃怎么行啊 我陪你吃点东西 那小朋友他们呢 叫斯隆看着不就行了 哦 没问题 我替你照顾吧 真的没问题 就当日行一善吧 所以说好心有好抱 真可怜啊 他还这么小 周先生最可怜了 是啊 小孩子好可爱 这么大声啊 周先生回来了 他既然回来上班了 应该已经把波波的事 淡忘了吧 这也很难说啊 才不呢 刚才给他看稿子啊 正好上面 有一张小孩子照片 他一看见了 眼睛都湿了 就是了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做人始终要面对现实 对 钟先生 找我 是啊 我想 我们想谈谈关于公司的事情 其实在私事方面 我也想跟日飞说几句话 我很感谢你书写给伯伯 你为普通人不会这么热心 我也帮不上什么 怎么说我和永熙也是好朋友一场 钟先生 永熙最近心情很差 我不信不信 因为这件事影响你们夫妻 我 我想 日飞 你放心 我知道怎么处理 那好吧 不打扰你了 我出去了 好 我也不妨碍你了 高姐 你不是有公事要找我吗 现在没有了 你坐吧 其实你觉得日飞 他有意思在这儿常坐吗 这个要问日飞才知道了 你知道日飞这个人 喜欢到处漂泊 恐怕不会长久吧 说的是 一个不羁的男孩子 很讨女孩子的欢心 是吧 我还是出去做事了 对了 你出去阿三们登一份广告 梁博也走了很久了 应该再请个小弟 好 我去跟他说 小丫头 嗯 你说右边这篮好呢 还是左边这篮好啊 天鹰哥 是不是送给女孩子的 有个朋友新铺开张 新铺开张 哦 什么送给阿姨的 她 她当老板娘 我替她高兴嘛 田哥 其实你对阿姨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你干嘛不敢承认嘛 喂 叫你来帮我选欢蓝 这么啰嗦 你干嘛呀 这一篮吧 清雅大方 这一篮好吗 嗯 你也知道她这个人 挑剔得很啊 她会喜欢 这么夸张的欢蓝吗 其实阿姨的心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才对啊 怎么了嘛 不买了 怎么好好的又不买了 免得将来你又多事啊 那你是怪我多嘴咯 哎 你不是 来呀 识相一点 干什么 一男一女来酒店 有什么好做的 难道温习功课 他们都是成年人了 这种事业很平常的 不会吧 你不相信啊 二三楼全都是餐馆 四楼以上全部都是客房 那什么意思啊 小丫头什么都不懂 你自己看吧 十五楼 哎 田哥 我懂了 是不是十五楼有一只小牛啊 哦 不算太笨哪 不过不是一只 是两只 一只公牛 一只母牛 笨蛋 那 现在铁定餐馆下个礼拜六开张 阿姨 不会再改了吧 云姐呢 已经问过铁板神算 和黄大仙 还有紫薇斗朔 还有啊 荣树桃的盲功臣 他们都说那天啊 是个好日子 所以不用改了 帖子都印好了 还能再改吗 哇 店名叫秀色可参啊 是啊 怎么样啊 是不是很有创意啊 恩童倒是名副其实啊 阿姨你就 喂喂喂 难道我很差吗 那倒不是啊 阿姨也风韵犹存啊 当然了 肚子饿了 什么时候吃饭啊 弄好了 就等忠义和日飞回来就开饭了 回来了 可以吃饭喽 喂 怎么只有你一个啊 那你还想等谁啊 忠义 顾仔奶 勇哥 今天这么早啊 没跟莎莎约会啊 哦 你这个臭小子 偷偷谈恋爱居然不告诉我 谁谈恋爱了 只出去过一两次吗 那斯隆尼 我也替他们开心啊 高姐 我们还是开饭吧 你也知道阿飞这个人飘忽不定 让大家等 不好意思吗 好吧 他一定是乐不私暑啊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嘛 我去帮高姐的忙啊 日飞这么晚还没回来 别等他了 我们吃饭吧 不等了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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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飞 回来 怎么这么晚啊 自己盛饭吧 不了 你慢慢吃 我有点累 有人心情不好啊 怎么会呢 我刚才看见他跟女孩子去酒店 去酒店 不会吧 就算真的去酒店 也必定是干那回事嘛 各位 日飞啊 我们不是怪你 不过这个女孩随便给你上酒店 也不是什么正经人了 什么叫做不正经啊 是不是因为她结了婚 和她喝杯茶就叫做不正经了 什么 结了婚 还是结了婚的 日飞 你还和那个中泰的鬼混 什么叫做鬼混啊 大哥 我结交什么朋友 我有我的自由吧 是吧 你结交什么朋友也不用问过我了 我不用什么都向你交代吧 对不对 这里空气太混住了 我吹吐吐气 日飞 你上哪儿去啊 日飞 不怪我不好打嘴巴 吃饭 这种人管他干什么 来 吃饭 别理他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把你的事说出来的 只是我刚好碰见 一时说六嘴了 是啊 我是去过酒店开房 怎么样 总之我问心无愧啊 其实你可以向他们解释的 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已经够烦了 我想帮人 又不知道怎么去帮 不帮 我心里面又不舒服 他现在弄成这样 我也应该负点责任的 你说得这么复杂 我不明白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人明白我的 你还是回去吃饭吧 嘛 好 来来讓停 啊好好好 来 老板娘 急时到了剪彩了 好好好 剪彩 来 来 老板您剪 好 终一 谢谢 慢点 一二三 好 我祝你们生意兴隆 各自云来 谢谢大家彼此彼此 慢点慢点 我是警察 怎么可以克思云来呢 最好去 最好去 不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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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太多了 大家先来喝一杯 来来来 喝一杯 你也送花 恭喜你 你也送花来了 你还在生气啊 没有 吃东西吧 好啊 恭喜老板娘 恭喜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对了 詹森呢 托我们来说声恭喜你 谢谢 她有点不舒服 不能来 哎呀 她不舒服啊 嗯 怎么了 她有点咳嗽 她咳嗽啊 是啊 她说啊 很对不起 改天她会在心里喝茶赔醉 是吗 是啊 喝茶而已嘛 好像捡到钞票 这么高兴 钞票倒不重要 最重要是我领情嘛 是不是 我们去吃东西啊 别客气啊 请灭情 别客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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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找改天吗 啊 一点诚意也没有 谁说的 那你有什么诚意啊 两手空空的来 哇 阿姨啊 你看 田哥的领带好帅哦 那人家啊 头一次当老板娘啊 这样也算表示尊重啊 装扮一下 倒挺像样的嘛 大家随便啊 大家随便 田哥 随便啊 你又回头去订了这个花篮啦 阿姨 田哥送给你的 那花篮是你送的吗 怎么没有写上名字呢 有些事是凭心意 不一定什么都要明说的嘛 是吗 这个花篮是你送的 那好吧 来来 过来随便喝点饮料吧 别客气啊 谁跟你客气了 哇 不是开餐馆吗 怎么只有春节吃啊 哎呀 待会儿啊 非把你仗死不可 哎 各位 各位 今天小店特别为大家 准备了一道麻辣火锅 哎呀 平时没得吃啊 今天开张大请客 大家随便吃 别客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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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丫头别搞那么多花样啊 我想舒舒服服地吃一顿饭 拜托 你真没用 哼 小丫头别这么鸡婆 你家一片好心嘛 好心 我一见到她就生气 其实她也不错啊 是吧 阿姨 哎 别提到了 别提到了 会影响食欲的 来来来 大家随便 别客气啊 来来来 吃 怎么还不点火呢 高姐 你怎么了 怎么愣住了 没什么 吃东西 吃东西吧 真的没事吗 真的没事 高姐 睡不着啊 刚才吃饭的时候 我好像又想起来了什么 那就好了 你这很想恢复从前的记忆啊 可是我看见我和一个女孩子打架 没多久屋子就着火了 那个女孩子是什么人啊 她 她短头发 眼神好恐怖 好像恨不得马上我死掉死的 高姐 你知道做你们记者这一行 当然什么都见过了 会不会是你做记者 曾经采访过什么火灾现场 也许你也见过伤者 放在你心里不舒服 所以耿耿于怀呢 不是的 那种感觉好恐怖的 高姐 其实以前的事记不起来就算了 你有些记得有些不记得 岂不是令自己更不开心 那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俩生活得很愉快 这不就行了 不是我要去想 而是过去的片段 突然在脑子里出现 你这么晚都不睡 当人胡思乱想了 这样吧 你早点睡 不要胡思乱想了 好不好 那听话啊 早点睡 早点睡 究竟那个女孩子是谁 真的是做访问时 我遇到的吗 还是有什么原因 令她这么恨我 早 早 你怎么这么大的黑眼圈啊 昨天晚上没睡好 中间 稿子 你等等啊 吉米 替我把这个拿给我太太 好 我刚刚约了人开会 所以走不开 我怕我太太胃痛的时候 没药吃 把我替你送去吧 我写个地址给你 那个人是谁啊 新来的小弟吉米嘛 来到几天了 谢谢你啊 马上去 中仙 中太不舒服 她的胃啊 痛了好几天了 老是忘记买药 痛起来身边又没有药 幸亏吉米够一起 吉米啊 是啊 样子很老实啊 那是不错 我的稿子 只有稿子啊 日飞呢 日飞还没回来啊 没有啊 我以为你会替她拿照片回来呢 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 没看到她 我还以为她自己已经回来了呢 也不要紧了 反正也不急 只是见你顺便问问 找了一整天 终于找到了 哎 吉米呢 你有点吉米啊 是啊 有份文件要马上送出去 哎呀 我叫她出去了 哎呀 人家等着要呢 哎 我替你送吧 反正待会我要出去 谢谢你啊 不客气 日飞 日飞 有暗门啊 你神经病啊 你干什么打架啊 小子 我不认识你的 你认错人了 混蛋 日飞 日飞 都在打了 嗯 日飞 日飞 不要再打了 日飞 飯älbst合 快 起来 日飞 pharmacy 什么事啊 呱 别终了 前路 噥 你不情吗 你们是打架 是她打我我才还手呢 很多人都看到可以作证呢 喂aron 别再打了 别说那么多 追警局再说 我一定去 我要抱他 走 为什么打人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刚想上街买包烟嘛 他叫吴远翁过来打我了 阿瑟 我并不认识他 你是黄老兄 别爱理不理的 是不是阿瑟扣留你四十八小时啊 我没话好说 你高兴就扣留了 有很多邻居 他们都肯替我做证 我这次非告子不可 再怎么说我阿瑟在外面 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他也不是疯子 怎么会无缘无故打你啊 一定是你做了什么了 是不是 这可很难说 对不起 阿瑟 我有点事 想打个电话 高洁 怎么有空来看我们呢 你是 我是阿雄啊 孟包和小芬在餐厅啊 你说谁 你还没有恢复以前的记忆啊 不好意思啊 不如这样吧 我们改天岳勇哥一块去喝茶 我们以前都是这个分局的同事 大家都很熟的 是吗 好啊 对了 你来 有什么事吗 大勇的弟弟和人家打架被抓进来了 日飞 你怎么样 没事了吧 阿瑟 是我自己走路不小心 大家撞到了一场误会啊 那 现在是你不告人家的啊 是是 阿瑟 我可以走了吧 走吧 人家不告你啊 算你走运 下次别那么冲动了 对不起啊 日飞 你别走 你有完没完 你可别得寸进尺啊 我看在你女朋友的份上 下次你可没这么好运了 他找过你 不想连累你女朋友 就收拾火器 想在太岁头上动土 我警告你啊 你别再碰他啊 喂 你们到底在说谁啊 你又跟人争风吃醋 你别问了 不管你的事 你别问了 你别问了 还有啊 千万别跟大哥说 为什么 总之别问这么多了 中公太太 你先回去吧 喂 你大哥就快来了 你大哥就快来了 日飞和中太太走了 他怎么搞的 怎么非要和人家的老婆 一起鬼混哪 日飞在美国已经很不检点了 想不到来到香港 男女关系还是搞了一团糟 日飞不喜欢人家干涉他 待会儿他回来 你不要这么大声教训他 我真的后悔 以前对他太客气了 劝他这么多次全荡耳边风 回来了 我去看 哈喽 我来喂猫猫的 你们在吵架啊 没有啊 我还是不妨碍你们了 我带猫猫去公园玩好了 我给你开门 你没什么吧 没事吧 拜拜 拜拜 找了他一天也不回电话 不知道他想怎么样 他不会这么快回来的 你还是先洗个澡吧 怎么回来啊大哥 不是我早 是你晚 站住 你想怎么样吗 我想知道你怎么样 你当街和流氓打架 还闹上了警局 到底是为了什么 看不顺眼就打他喽 日飞 你没搞错吧 看不顺眼就要打人啊 你别问这么多了 我有我的理由 我知道你的理由 为了女人吗 我看你坐她的车走了 你别不承认啊 本来你认识什么女人 我是无权干涉的 可是人家是有老公的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呢 我跟泳汐是清白的 你别想歪了好不好 那好吧 我们不想歪 你自己说 你和钟太太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她老是来找你 为什么你会为她打架 你说 为什么不说 现在我给你机会说 我不是不想说呀 是我不能说呀 你有什么事不能说的 除非你们有不可告人的事 你根本就不相信我 我说了也没有用啊 就是因为我信你太多次了 可是你有哪次值得我相信你啊 从我回香港到今天 究竟我做错了什么 我做的每件事都对得起天地和良心 是你们对我所做的事情存有偏见的 别人怎么看我不管 可是你是我大哥 我以为你会明白你会了解 可是我看错 你和老爸一模一样 我没话好说了 岳飞 让他走 你好 喵喵 笑一笑啊 怎么都没有反应呢 嗯 岳飞 你回来了 你回家去了没有啊 高洁啊跟张思儿 气冲冲的 气冲冲的那个是我 为什么 说了你也不会懂啊 哎 有没有钱呢 有 有二十几块啊 不是啊 我不是说现在 我说的是银行啊 月底钱还有两千多块吧 你要多少啊 怎么向你大哥借呢 哎 免了 一点小事都这么啰啰啰嗦的 还想借钱 你急着用钱啊 你不会明白的 你没别的话说了啊 老实说我不明白 每次人家关心你啊 你就只会唉声叹气 又不说出来 人家怎么会明白嘛 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我不是不想解释啊 我 我答应别人不能说的 说出来会连累别人的 你懂吗 是真的吗 哎 我头就快爆炸了 那你对着银行机说吧 对着他说 搞什么呀 这么幼稚的我才不敢 你说出来会舒服一点吗 银行带的你可以收起来 十几年后再拿出来看看自己 也许会觉得自己才幼稚呢 为了一点小事不开心 那 真的要说 说啊 说啊 你在这儿我怎么说啊 那我走开吧 妈妈 我们去买巧克力吃啊 倒杯茶给你啊 不用了 真不愧是两兄弟 两个都怎么去 你说我这个大哥 是不是真的很失败啊 这是他天生的性格嘛 怎么可能一下子改变呢 怪不得人家说以小见大呢 日飞不是小孩子了 他自己会想的 将来我们有孩子 一定要从小开始教 要是等他大了才教就太晚了 那当然了 哎 我连自己弟弟都教不好 哪有资格当爸爸 你看看你呀 整天捧着个脸 当然当不了爸爸了 我真的没资格当爸爸 我怎么知道 你快去洗个澡 我煮个面给你吃 喂 到底我什么时候 才能当爸爸啊 我也想快一点啊 是你不争气 谁说我不争气啊 喂 其实我并不太差的 詹瑟 阿姨要我拿汤给你喝 而且问候你 还谢谢你的花篮 谢谢 没事的话 我先回去了 哇 哇 田哥啊 你吓死我了 鸭头 那壶汤是秀明医 叫你拿给他的 是啊 田哥啊 即使你还这么紧张阿姨 不容台湾跟她说嘛 你老是这样吊儿郎当的 阿姨早晚会被人追跑的 去 只怪我们没有缘分喽 缘分要自己去争取的嘛 主动一点 你是不是男人啊 诶 四龙 只有你们两个啊 是啊 阿姨呢 哦 她正在里面算账呢 你过来 吃点什么 我们不是来吃东西了 我们是来找阿姨 先来碗蛋仔面 填饱肚子 今天不吃东西怎么行啊 人家打开门做生意嘛 我明白的 那你呢 你吃什么 跟她一样 对了对了 你知不知道阿姨今天有没有约人啊 哦 我不清楚哦 你先坐下 我替你点菜啊 哦 我就是阿姨在吧 诶 云姐来了 云姐 四龙找你啊 哎呀 四龙 你真是乖啊 来吃东西啊 是啊 田哥说想找你嘛 小丫头 别乱说话啊 不是乱说啊 是你不敢说 我替你说嘛 对了 阿姨啊 你晚上有没有空啊 田哥想约你看电影 喂 哦 真是不好意思 铺子开张没多久 很多事都等着我做呢 我没说要约你啊 是她自己说的 哦 你没意思那就最好了 我也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 啊 你慢慢坐啊 你怎么一点都不积极啊 我帮你 你还捣蛋 你才捣蛋呢 这么直接她怎么好意思答应呢 你阿姨这个人呢 是口是兴奋死要面子 其实她心里啊 不是多想去呢 哎呀 真是 这么好来逛逛小店呢 请坐 糟了 你还要追上门了 我不坐了 我来把红还给你的 谢谢你煮了汤 哎呀 何必特地来还给我呢 我不是特地来 我来附近看电影顺便嘛 哦 你约了人看电影 没有 我一个人看 一个人看 一个人看电影不怕闷嘛 总被在家里面胡思乱想好了 哦 不过说起来呢 我也好久没看电影了 有没有兴趣一起看 哎呀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走开 你等一等我去看看怎么样 我去看场电影 拜托你怕我看不走 走吧 好啊 哎 嗯 为什么 又不是跟你很熟 老大 哎 怎么大嫂不招呼你啊 你别多吃啊 你来干嘛 知道你常来这儿 所以来找你了 吃点什么 不吃 哎呀 小妞 这里除了你之外 还有什么好介绍啊 我们这里呢 最出名的是蛋仔面 蛋仔面 我吃过饭了 不过我所谓了 听你的来碗蛋仔面吧 你别吃了去喝一杯 吃碗面嘛 最出名的当然要尝尝了啊 是啊 爸 我们刚才叫了两碗面呢 你自己一个人吃吧 走吧 哎 不好意思啊 下次再来吃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又起了 当然不会是我了 我今天回围村 隔壁七姑的女儿生了个儿子 天丁 这么好啊 你一定也很羡慕吧 所以我特地盛了一碗来 让你沾沾人家的福气 自己也快点添丁 盛你归言了 姑奶奶 你先坐一会儿啊 我叫高杰出来吃 去吧 高杰 是不是去江苏啊 高杰 你怎么了 不舒服啊 怎么了 没有 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病云药的啊 我 忘得了很多零碎狗一片段 忘不了你的微笑眼各身段 忘得的都没再到正具我心事 仍是你冲击我心间 忘得了的都忘了没做记忆 忘不了的通常都会各身 如插红片习那样每晚也出现 长夜里 最终的哲